各位父老乡亲,大家好,前一段时间,大家在家里待了一阵子,为防治疫情传播付出了很多,我们都看在眼里,感动在心里,在这个节骨眼上,大家还需要再坚持,安静待在家里, 这个病毒传染性太强,还没有完全管用的药可以治疗,一旦被感染,生死难料,恳请大家,一定要保护好自己,不要出门,不要聚会,不要钓鱼,不要打牌,要注意保护好家人, 在家里,勤通风,勤洗手,筷子一人一双,毛巾一人一条,人与人说话,保持一米以上的距离,避免交叉感染, 碰到工作人员上门排查,大家要好生好气说话,配合人家的工作,他们和我们一样,上有父母,下有儿女,每天冒着生命危险,在村里为我们服务,为的是大家的平安,健康和幸福, 还有网上的一些谣言,大家一定不要亲信,要相信党和政府,不造谣,不信谣,不传谣, 为了全村,为了家人,请克服一下困难,有事多跟村委会反应,大家一起想办法, 共同度过这段艰难的时光,最近,好消息也越来越多,我们需要再坚持一下,再加安心等一段时间, 我们坚信,有全村人的共同努力,胜利一定属于大家,拜托大家了。